大五輪沙灘一天內接連發生溺水事件 造成三死的意外事故 基隆市議會全體議員們都非常關心 市議會臨時會上市議員也很關心 基隆市政府和北關處的責任歸屬問題 沒有嘛 市長 應該要沒有人來 市議長 還坐在一起 還坐在媒體報告 還坐著橡皮艇 還出去看 大老闆前者單位到目前還沒能力 還沒有出來 我想要檢討的太多了 終究會有一個問題要釐清是 大五輪沙灘的這個沙灘夏季救生服務 其實你去查標案系統可以知道 我們幾乎每年都有 從108年75萬一路逐漸上漲 到85到86萬元 那確實我們從109年開始 連續到今年都是由基隆市的 水上救生安全協會來做負責 可是委外它當然沒有辦法 作為一個降低風險或意外發生的 一個主要的措施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可能要由市長來說明 是說在救生這一塊 救生跟救護 我們跟北關處的分工到底是什麼 主管單位基隆市政府官銷處也提出說明 外幕山海岸沿線系屬北海岸觀光風景區的範圍 目前來講的話除了那個岸上除了湖海岸及景水 這兩個地方是由北關處直接管理 那其餘的部分是由那個市府來進行管理 那雙方的關係系屬合作的關係 另外也有議員質疑香蕉船經營是否合法 市政府是否有督導呢 過去我們在文沙山那邊並沒有業者在那邊執行香蕉船的一個出租 大家市長也有提到 香蕉船業者並沒有向市府任何單位申請 那表示說這個業者就是違法營業 如果違法營業 現在我們知道家比較營業 問題是當地業者當地商家 多少人提出向市府反映說 有業者在沙山上在坐香蕉船跟帳篷24小時 搭營在那邊營業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市政府相關單位都沒有阻止 對於這個問題 吉隆市政府官僑處同樣回應議員的質詢和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並沒有委外讓業者來乘坐沙灘油具 油具還有陽傘等業務 那我們之前呢 據了解我們之前已經有去驅離過兩次 那如果他們還有這個現象在沙灘上 在占領沙灘 那營業的行為 我們將依那個觀光發展條例 第63條來於處分 那我們會會同那個司法警政單位 一起來執行 但是也有議員提醒 重點在於如何防止後續溺水意外再發生 而不是一位要求市府清查店家 不然最後問題還是會回到市議員身上 我們市政府改造的工作需要做 但是很多東西議會所建議的 那是每一個議員的責任 他們的質疑他們的可以這樣說 但是有些工作是 可以做不可以說 但是我覺得我們很趣 你要求市政府嚴格執行 如果要嚴格執行 大五輪那些路的處 所有都是不合法 所有都是不合法 你要叫市政府去嚴格出席 可以嗎 市政府我聽你們的我嚴格出席 我告訴你 那些商家店家就要去找你了 他們要去找你了 第一 土地不是他們的 土地都是別人的 第二 你的建築沒有合法嗎 都沒有合法 你做行李的 這個營業登記證 都有合法嗎 也沒有合法 所以我是希望說 不要再去 講這些有的沒的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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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